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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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在此观看九年年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6月8日 您刚刚看到的视频是来自BKPP现场的视频 在此前的7日,微博网友发文提到BKPP 在香港的粉丝见面会上 由于主持人个人立场问题发表不当言论 引发了粉丝的不满,大家在现场齐喊China!China! China!China!Fashion!的粉丝都很棒! 附上的现场视频显示 在一个公共场合,有许多民众在扑喊 微博网友Sleep发文提到 我真的看一次这个热搜笑一次 这个主持人真的不做一下KPP的主集被调吗? 全是主集全是广东的好不好 BK前几年过年还经常回潮汕记住 上次去香港就反思我了 年轻人飞得踏马说英语说粤语 明明听得懂普通话 会说普通话也不说 针对此时中国的国家媒体 环球网所发文提到 据香港大公文会往7日报道 泰国人气艺人Bilking PP Create BKPP 昨日晚在香港九龙湾国际展览中心 进行香港粉丝见面会 见面会主持人现场发表的原论 粉丝不满大家在台下 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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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粉丝交港独重新做人 香港大公文会往报道称 该见面会的主持人疑是港独 发言中将中国台湾地区香港特区并列 为台下粉丝大喊 台湾是中国的 但主持人却做出没听到 听不懂的样子 疑是出现了这样一幕 台下粉丝气喊声音响彻整个场馆 另据香港新闻网报道 除疑是混淆国家和地区名字外 据网友爆料 该主持人及现场翻译者在舞台上 还领次出现疑似 歧视内地粉丝的话译机 如主持人在登场后 随即问台下有没有台湾人和香港人 记者便故意拖场 以成音问 有没有中国人 报道称在游戏环节 主持人兼内地粉丝被抽中 故意各种刁难他 前程又愿意介绍游戏规则 最后连PPE成言都看不下去了 一度绕开主持人自己上前用 英语跟粉丝交流 香港新闻网村 此次粉丝见面会活动结束后 有网友扒出主持人的社交账号 发现其在社交平台上公开支持 黄店且还有其他很多不当言论 即了解BKPP的艺术平台上有标注 台湾Provice of China 因此BKPP粉丝希望 BK粉丝公司 以该主持人的团队解除合作 目前该主持人的社交平台上 也有大量内地粉丝留言批评 通过港媒贴出的网友评论截图 有网友说 你说的不是中国话吗 你不知道你的祖国是中国吗 香港台湾都是中国的 回家好好学习历史吧 拜托不要出来丢人现眼 还有网友称你可以表达你的观点 但并不是任何时候更何况你的观点还是错误的 你作为一个主持人 不尊重观众 不尊重嘉宾 请问你有最起码的职业素养吗 还有不要以为大家不懂你在高贵个什么 这些有关BK 网络资讯显示BKPP 网络流行词指普提鹏阿萨纳塔纳公比尔军克里特安鲁爱德奇康 这对CP被称为BKPP